周五美股相对强势 看到费城半导体大涨6.26% 均线多头创下今年新高 纳斯达克指数也创下近期新高 而道琼指数虽然是三大指数中最弱势的 但也达到了2022年9月30最低点 与2023年3月15次低点的上升趋势线 上涨了1% 今日加全开盘跳空上涨 均线持续多头排列 盘面依旧强势 但今日贵买突破了颈线 形态与加全之前走势相同 形成了WD 有机会挑战4月18今年新高 puts call ratio为111.3 盘面有支撑 选择权位平仓16500puts为最大量 并且是增加最大变动 17000口为最大量 并增加7460口为最大口数 上周五区间从16000到16600 来到了16500到17000 明显区间出现了上移 观察量大鼓 近期成容航相对热门 由日线格局看到近期刚多头排列 而周格局出现了WD 上涨到2022年9月23的下跌缺口回补 并触碰到前面区间平台 对于吉拉可以用相对保守的拉回 再观察哦 欢迎有任何想问的 可以在下方留言 按赞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